12公尺 請問我們各位歌賓 15公里的引水道 16.4的引水道 高低兩邊若差12公尺 如何將水送到日月潭 不夠 馬達 馬達 再大的馬達都不夠用 有沒有住在這 你們住三峽的應該懂啊 不是啊 以前三峽如果要從滿月園拉水 是不是由高往低處流 但是這個水管的距離過長 會產生真空 因此在這個一定的距離說要三峰 讓空啊 是不是叫做洪溪管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今天看到的引水道 總共有三個透氣口 資訊管理嘛 蘇璇應該很強嘛 你們注意聽了 你們剛剛去古街霸那個水庫 一進這個進水口 就一個透氣口 這個水進去是不是會有壓力 這個透氣口的空氣會產生一種氣流 是不是產生一種動力 一秒鐘 一秒鐘跑18公尺速度 一秒鐘 這個水就沖了18秒 一秒鐘 18米 再來 走了五公里 到了第二個透氣口 這個疫苗的速度變88公里 88公尺 一秒鐘這個水就沖了88米 厲害吧 但是你們注意聽 760公尺到了第二個透氣口 它是從760公尺的地方 因為水壓夠 動力夠 所以沖到了1500公尺的上面 760公尺衝到1500公尺 這1500公尺的地方在哪裡 日月潭不是一個纜車站 有沒有 我們從纜車站要去九族 是一個觀海觀景樓 對不對 它的後方有一座大山 叫水色島 當這個水沖到1500公尺 第三個透氣口就來了 這個透氣口在本方向 還是在逆時針的方向 水沖上去 是在這邊還是在這邊 是在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為什麼呢 這個1500公尺一個拋物線 要靠著這個空氣把它壓下來 所以這個水就沖到日月潭的潭底 所以當初日本人在飲水道的出水口 就在日月潭的潭底 有機會 再請小韓帶你們去日月湧泉處 如果你們看到那個湖面是混濁的 就是五界霸 利用日劇時代的沿水道沖到整個日月潭 以前住本人是厲害的 不是日本人 是台灣的地形地貌夠強 人定勝天 但是當初工人不是日本人 台灣人 原住民不是我啦 我才幾歲而已 不過老人年紀才死而已 但是 台電為什麼要蓋起這16.4的沿水道 因為日本人有記載 日劇時代的沿水道壽命是70年 所以1935年完工加70到2005年 就差不多壞掉了嘛 可是2005年有經歷一個什麼 921大地震 更加的台電 哇怎麼辦 壞掉了 日月潭就沒有了 結果2005年的前8年 就是1999年還有6年 台電就在施工了 剛好到2005年這個可以通水 結果日本人的水管到現在還沒壞掉 你們剛剛去爬那個五界霸 有過吊橋 吊橋的左前方有幾個山洞 兩個 兩個 眼睛不好的看到一個 沒有用心看的只有兩個 真正知道的是三個 因為有兩個很大的洞 旁邊有一個小的洞 為什麼兩個大洞一個小洞 因為日本人挖的比較大 所以到現在還在用 台電挖的比較小 用了一年就壞掉了 所以你們給的稅金全部花光光 都沒有用了 你看看 那個山洞做什麼用 台沙 真的耶 你是台電的喔 你是台電哪一場的 三峽堂 哈哈哈哈哈哈 你這個人講話不實在嗎 都很好 都很好 三峽都很好 你知道為什麼叫三峽嗎 三峽 三峽河 三峽河流的峽會的地方 所以叫做三峽 不不不不 三峽 我們早上有介紹水滷滷叫滷水蚵 水如果沒有水味就彈水河 如果要跟人家煎水要八千蚵 要彈你那叫做愛河 淡水河的水從哪裡來 大漢溪 淡水河就來自大漢溪 還有咧 基隆河 還有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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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有年紀就會想 淡水河總共有三條資料 一個叫做基隆河 一個叫做新電溪 但是這兩條溪還不夠給淡水 因此在沿著大漢溪 大漢溪從哪裡來 桃園 澳北共 石門水庫 石門水庫的水就是大漢溪 也是大漢溪 所以大漢溪的源頭在哪裡 石門水庫 上帝的部落 司馬庫斯 要不然你們想到哪裡 一個講明進西方 我講上帝的部落你們想到那邊 司馬庫斯 我知道 來這個地方因為靠東北邊 這些一樣是高山的 不然家你平台是不會吃乾燥的 比較好吃 高山的蜀菜水果為什麼好吃 因為葬到生 所以如果葬根 fair 你要吃多些嘛 籃籃籃當然會成功 有沒有聽錯 開店 elimination product emancipient 最後就是做小米酒 那最後呢 你看看 拿酒給他的話 就是代表已經入冬了 對不對 那這個山豬 為什麼用弓箭射完尾巴是紅色的 血 血 這麼厲害 紅吸管吸上去 錯 這個代表每一戶人家的標籤 你的是紅色的 你的是白色的 你的是黑色的 所以彼此之間 你上次弓箭是紅色 怎麼樣是紅色 我們看到那個山豬被弓箭射紅色的 趕快去找 就是通報而已 那你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吃過山豬皮 有沒有吃過山豬皮 有沒有吃過山豬肉 有 你們吃的山豬肉有沒有皮 有 所以你們吃的山豬 有皮就是山地人養的豬 才叫山豬 真正的山豬 你吃到的一定沒有皮 因為當年原住民抓到山豬 一定是將皮跟瘦肉分離 原住民把山豬皮拿來做什麼用 放油 炸油 因為以前原住民沒有錢 沒有錢 有錢 所以抓到山豬去放油 放油 放油就是豬油 你們知道這一兩年 豬油很暢行 通火爐 你如果這個火更 塞煮的有沒有 用豬油下去炒著炸著 絕對通火爐 豬油裡面有一種 通脂肪的這種成分 豬油 所以我們各位朋友 你如果吃到山豬肉 那是假的 因為那是山地人殺的豬 或是山地人烤的豬 所以叫做山豬肉 你知道了 真正的山豬肉 你們很少吃得到 真的要吃到 冬天來找我 我送你一隻 你自己殺黑 我不幫你殺 好來 原規正傳 有沒有看到五個東西 這個是 這個什麼 布農族代表什麼 石棺杖 人翁仙 都用焦冰茶 鄉人 包掉了 但是以前不農 地質專家把它稱之為 風化石 鬆鬆脆脆 又怕怕 而且日本人 把這個石頭稱之為 水成岩 因為它會含水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石板 有沒有 都黑噗黑噗噗 這就是我們的 滷水 跟我們的火水 沾在酒頭裡面 所以日本人把它叫做 水成岩 因為這種石頭 會吸 會沾水 所以我們這個大體的濕水 會被它吸走 也好還好 會有火的溫度 所以它這個大體就變乾濕 乾濕最後要怎麼處理 里長 如果這戶人家 他有一個另外一個往生了 這個人就要大體要拿出來 拿出來是什麼杖 土杖 隨便杖 火杖 火杖怎麼火 火杖你還要煩惱 還要叫骨灰 對不對 還要撿骨灰對不對 原住民很厲害 他發現到我們的右邊那個蝸蝸 有沒有蝸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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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綠綠的 有沒有看那個乾掉的 有沒有 這個蝸蝸的中間骨灰是不是很粗 欸 布農族就發現到這個蝸蝸 它那個蝸蝸當中有一種成分 會因為把大體燒了 連骨灰都找不到 所以以前燒了就沒有 他們還辦營火晚會 很高興把大體燒光光 要不然每年都要拜一次 那個蝸蝸有沒有 蝸蝸是乾的還是濕的拿來燒 乾的 一定乾的 把這個大體放在上面 那都沒有 也沒有什麼 完全都找不到 任何他身上的一個東西 燒多久 燒多久你可能要問他 你問我怎麼知道燒多久 有的比較胖燒得很久 有的很瘦就燒得很快 但是他如果是陰濕的話 就燒很久 陰濕的話 這個很奇怪 有的人大體到最後還是會有長驅 比較好的 奇怪就這樣就沒有了 這個是台灣的九族裡面 唯一用石棺杖的就是布農族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叫取兵遺址 有沒有聽過 以前救國團有辦過取兵遺址探險 台灣三大遺址 一個就是在你們北部有沒有 十三型遺址 對不對 那是低海拔的 泰瑪里隔壁還有一個北南遺址 台灣土地面積最大的遺址 有三十甲地 但是都低海拔的 我們五屆隔壁部落叫取兵 有一個取兵遺址 是高海拔的 五千年的歷史 很多東西都還在 你長下次要放 我再講取兵遺址的故事給你聽 好不好 來再來 佐水溪會混濁就是水滷滷 那什麼水滷滷 施工挖土還是工程 都有 都沒有 因為這個石頭裡面有一種成分叫 墨石 墨石裡面有一種成分叫 所以才形成水滷滷 是這個原因 你們大漢溪有時候也滷滷 但是因為你們北部的石板 比較偏向利層岩 所謂的歷程就是鵝卵石那個東西 有沒有 我們那個 我看樹林 還是 還有哪裡 就有大漢溪經過有沒有 你看你們那個河床的那個 河床都板岩 有沒有水比較少要裸露出那個板岩 有沒有 這個成分就是在這邊 所以你們覺得海拔越高 石頭越硬 還是海拔越低石頭越硬 王永信的工業區 那個賣料有沒有 賣料 台西鄉 有沒有 雲林縣那個台西鄉 有沒有 以及對岸 張瓦縣的大城跟陸港 居住大城喔 所以我沒有講錯對不對 佐水溪的出水口就是大聲跟我們台西鄉 所以當然布農族就是居住在佐水溪的出水口 那因為漢人的到來 外來的族群到來 因而照就 布農族才沿著佐水溪往上游 走過頭的就來到我們今天安排的這個五屆部落 那後來因為再上去就是泰雅族的領域嘛 所以我們布農族在北邊的部落就是我們今天來到的五屆啦 那其實我們這個布農族的族群喔 另外一個稱呼叫做中央山脈的守護神啊 中央山脈 啊什麼地方叫做中央山脈 不知道嗎 就是台灣的龍脈咩 在哪裡 就在我們現在來到這個馬路的左手邊 最高的那座山的林縣有沒有 就是我們中央山脈的南段啊 那因為中央山脈非常的長啦 有多長 總長達到340公里啦 北端起自於宜蘭縣南澳鄉的屋簷角 南端在屏東縣恆春鎮的墾丁國家公園貓壁頭 來 有沒看到對面那個最高的山有沒有 有沒有 那個山的過去就是泰馬里隔壁啊 這個 有沒有左邊那個山有沒有 過去就泰馬里隔壁啊 泰馬里隔壁你知道嗎 泰馬里隔壁你知道嗎 泰馬里隔壁 泰馬里隔壁有沒有 鋒異鄉有沒有 就是我們剛才講 周珠的那個故事有沒有 星雨箱 新一箱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你知道嗎 泰馬里隔壁啊 泰桂頭啊 泰馬里隔壁 泰馬里隔壁啊 有沒有 就是我們新一箱 除了介紹仁愛鄉友布Ну組 新一箱友布żej 訓 Christianity 因為有的布 Amerika 翻山越林 就來到了花蓮縣的傢西鄉 以及萬隆鄉 有個走的更遠的往南部去 就是我們打算介紹的南河公路有沒有 你知道南河公路東邊的叫做 我們所謂的海端鄉 這個也是布農族的領域 那你們知道台東的台東 機場是拔雞毛有沒有 那個旁邊有一個鄉叫做 鹽品鄉有沒有 所以台東除了海端鄉還有鹽品鄉 就是我們布農族的 那既然介紹這個南河公路的東邊就是台東 對不對也可以橫掛中央山脈 來到高雄的桃園區 桃園區 這也是我們布農族的 你有畫哪樣 範圍那麼大 那為什麼這個五界是一個界線 因為我們泰雅族靠的就是 中部以北一直到新北市的烏來區有沒有 都是我們泰雅族的領域 從我們南投縣的仁愛鄉來到台中市的和平區 最後來到苗栗縣 泰安鄉南莊鄉 新竹以南縣的 大頭鄉跟南澳鄉 我們泰雅族有一個族群比較特別 走的比較短 就是直接橫跨中央山脈的旗外山脈有沒有 就到了花蓮的哪裡 我們的吉安鄉 富里奕里那邊的泰魯閣族 其實它這個都是從泰雅族分化出來的 所以早期的九族有沒有 現在分化之後有十六族 其實還有二十三族還在升級 我們住在那個三峽 我們三峽不是有一座橋 那是土城王樹林 也算是三峽過去那個大安溪有沒有 它不是一個叫做什麼橋 陳寧橋 土城王樹林那個有沒有 土城王樹林有沒有 還有我們這個三峽靠近大安溪 現在不是很多花蓮南澳的原住民都住在河床邊 有沒有 行程他們有沒有 對嘛齁 都住在橋下面嘛 然後拿板門 拿板部作為他們的家對不對 朱立倫那時候當姓北市市長有沒有 本來要趕他們走咧 為什麼要趕走 就算那個是河川局水利署的地 不能放地為王嘛 後來因為侯友宜的關係有沒有 就跟他們講 既然要住沒關係 要配合我們當地區 跟當地裡的一些事物啦 人家也配合得很好啊 後來大家都賺錢 慢慢地遷移有沒有 而且我們